我和林局長、行政署、墨署長、建築署、梁署長 和周浩輝醫生一起可以回答大家的問題 在過去兩天我們退軍人證的情況召開跨部門的工作小組 而整體來說情況已經受我們的掌握 同時也是受控的 首先在過去這個周末天馬南政府大樓 東西液的水箱和水管已經是清洗消毒 包括大樓的冷熱水系統 以及超過一千個出水位 清洗的過程是按照國際的標準用上綠化水 應該是有效地殺死退五軍人的幹菌 而趁著這個機會我們也希望向大家補充 在清洗之前在衛生防護中心抽水的水板之中 亦多了一個含有退五軍人的幹菌 這個水板是來自民政事務局局長的私人的洗手間 第二在昨日開始因應衛生防護中心對政府大樓 行政長官辦公室 行政長官辦公室 立法會大樓 政府食堂和咖啡室水板的測試結果 我們亦都按照同一個程序是清洗了如下的地方的水箱和水管 所以以上供水系統會在明天早上之前 是完成清洗消毒 而儘量確保安全 第三在清洗過程之後 衛生防護中心 建築署和水務署 會在未來一個星期 逐步在政府大樓 行政長官辦公室 立法會大樓 政府食堂和咖啡室 亦都是全面和有系統地抽氧測試供水系統的出水位 而確保退五軍人幹菌含量是符合國際的標準 第四 我們昨日已經對鐵馬南政府總部工作的同事 發出了衛生指引 包括勤洗手和避免使用噴霧裝置的措施 我們希望這個指引能夠幫助同事有所遵從 行政處處長今天在教組之時 亦都是跟政府總部的同事 以及立法會大樓工作的同事 作出講解 回應他們的關注 希望他們能夠繼續專心工作 既然有任何長期病患的同事擔心工作的環境 他們都可以向醫生求診 第五 因應立法會議員 以及在立法會工作大樓的同事 包括議員的助理所表達的關注 我們已採取兩方面的安排 如果他們忍到任何不惜 可以去勒敦治醫院急症室所設立的特別服務台 接受醫生檢查 這個服務台就是今天下午兩點開始已經設備 暫時是沒有任何的病人的 第二方面 如果他們覺得有更加方便 而可以去不同地區的醫院的急症室 我們亦都跟醫管局作了溝通和安排 當值醫生會盡快處理他們求診的個案 我們再強調一下 衛生署都有條熱線是給任何人關心 他們自己會不會有染病的 熱線是2125、21122 到最近這個鐘頭為止 他們是收過21個查詢的 第六 雖然我們在十個出水位是驗出 含有退悟軍人的幹菌 但是我們因為這個幹菌是不會人傳人 所以經過我們徹底清洗消毒水箱和水管 而根據國際標準的情況之下執行的話 我們是應該可以有效地處理退悟軍人的幹菌 最後我們固然是關注這個事件 但對於是否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包括擴大退悟軍人幹菌的監控範圍 我們會召集專家小組進行研究 評估這個菌在公共衛生的風險 從而決定相應的措施 有關的專家小組會議是會在議院召開的 現在我請林局長再講講他的範疇 由於退悟軍人證這個幹菌通常在水的環境裏面存在的 所以在發展局下我們有兩個部門 是參與在退悟軍人證監測的工作 包括水務署和機電署 我綜合和大家報告一下我們這些監察的工作 意識公眾的疑慮 首先我看到一些報道說 其實我們有關部門有沒有檢驗過 這個大樓的供水系統 確保它清潔安全才批准入火 目前水務署的設施規例 情況是這樣的 用戶是有責任來保持它內部供水系統的清潔 但它在使用一些新的枯設的內部食水管之前 通常就是當它申請水標之前 用戶是需要先行清潔和消毒這些內部的食水管 特別是要用一些剛才周醫生都提過 這些綠化水注滿那個水管進行消毒 並徹底以食水來沖洗 而這個的要求無論是政府 或者私人樓宇的食水管道的需要 都是要通過這種的清潔和消毒 來確保接駁的供水之後不會污染公共供水系統 我在這裡可以向大家匯報 這個新的政府大樓在它枯設新的食水管之前 亦都有按我剛才說的程序 是得到水務署署長同意接駁供水給它 所以並不因為它是一個政府大樓 而它沒有做這個程序 但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當水務署供了水 開了水標之後 就是由那個用戶有責任持久地去保持 裡面的供水系統 水箱水管都是清潔的 近年為了令到那些用戶更加認識到 這個持久保持水管和水箱清潔的重要性 水務署在2002年就推出了一個 大廈優質食水的認可計劃 這個是自願性參加 目的就是鼓勵用戶維持它內部系統的清潔 這個計劃的內容是要求用戶 每三個月就會清洗水缸和檢查這些供水的系統 目前來說新政府大樓因為剛剛啟用 就未加入這個自願的大廈優質食水認可計劃 但我相信稍後就用戶 就是這個大廈的業主 都會是爭取或者加入這個認可計劃 不過無論怎樣 最重要我想指出 就是我們現在對於水質方面的檢驗 是沒有要求 我重複是沒有要求是驗 是需要驗這個退伍軍人證的幹菌 因為這個幹菌我剛才說 其實它在水的環境是很自然的存在的 而世界衛生組織對於飲用水的標準 也都是沒有設有這個要求 要去化驗這個退伍軍人證的幹菌 第二方面就是機電署的工作 機電署大家都知道 它都是管制這些冷氣系統的 因應香港有很多大廈都會選擇用一些淡水的冷卻水塔 所以機電工程署也都知道這些冷水的水塔 可能都會是混藏或者滋生這些退伍軍人證的幹菌的地方 所以多年來都有在這裡做監測的工作 包括是讚寫了一套水冷式空調系統的實務守則 給業界來遵從 機電署也都會是抽樣去巡查這些淡水的冷卻水塔 收集那些水的樣本進行細菌的檢測 而這一種由機電署在水塔抽的樣本進行的檢測 細菌的檢測就會包括有退伍軍人證的幹菌的檢測 因爲這樣我們才知道可以監察到這個冷卻水塔 有沒有被污染了而影響了水質的 在去年4月2011年4月其實發展局也都是要求機電工程署 就是增強了它的那個抽驗 現在我們每年是抽樣檢測800個冷卻這些水塔 來到去監察冷卻水塔保養的整體的情況 和處理一些因爲它管理不妥善 維修不妥善而出現了的問題 由去年4月到去年12月中我們一共發出了26張 是叫做防擾事故通知 這個是在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下發出的 就是說在這26個個案在我們的檢測裏面 那個樣本都是發覺在那個退伍軍人證的幹菌是超標 所以是要求業署進行那個清洗的工作 所有的清洗工作也是按指示是做完了 而我們這個巡查資料也是會定期在機電署的網上來去更新 等市民知道究竟哪個大廈是要進行這些清洗的工作 但是在這次的事件裏面 我剛才說關於機電署在淡水冷卻水塔裏面的監測工作 亦都是不適用於這個政府大樓 因為這個政府大樓是不是用淡水冷卻水塔的 它是用海水來製冷的 所以並沒有我剛才說是屬於機電署的監測那個工作 我們這個工作也都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委員會 是長期給我們意見的 這個叫做預防退伍軍人證的委員會 目前的主席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院長 葛菲雪教授 即是Professor Sean Griffiths 鑑於近日這些個案 我知道委員會亦定了在今年的2月8日 他們會開會討論 看看有沒有需要有跟進的事項 我的交代就到此為止 我想以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 這次我們發覺這些細菌在水喉 特別是出口那裏 由於它是在不同地方都有 但是這個水源 即是水箱是發覺不到的 所以我們暫時來討論 都希望調查究竟是不是供水水管的問題 當然我們要花多些時間才可以確定 究竟那個問題的所在 第二方面就是我們這次主要來講 就是因為我們有同事感染了之後 才作這方面的這麽廣泛的調查 和樣本的搜集和研究 現在香港來講和國際來講 都很少做這麽大型的測試 所以我們要很小心分析這些數據 究竟它的情況是嚴重性 或者它的結論應該是怎樣 我們亦都會就著這些資料 再進一步來研究 做這些細菌的化驗 通常來講是4、5、5天左右才可以有一個初步的證實 它是有還是沒有這些細菌 但是完全要作一個有結論性的報告 是要大約10天左右的 所以在這個我們衛生物的部門 衛生署是要花一些時間才可以 但是我們自己覺得就是 就是由於我們過去這幾天 包括來近今天在立法會行政長官辦公室 再加上我們整個辦公大樓 已經做了消毒和清洗的話 基本上它的細菌的存在已經大大減少了 尤其是如果我們在做完清洗之後 再做一些樣本的搜集 而這些樣本在接下來這四天至到 大約是一個星期之內 是沒有任何的細菌 如果是資深的話 我們就會較為安心 而過了大約十多天左右 就是全部的報告出來之後 我們更加可以清楚情況是怎樣 我認為有不明顯示訪的 And the moving-in schedule of our bureaus into this building is the cause of this particular discovery. I think we have only one patient so far,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bacteria, as I said earlier, has yet to be concluded how significant it is. Because the bacteria is very much fond of water, so anywhere with water. We can actually discover the bacteria, too. But why it is discovered in the outlets of a lead flow, and not in the water tank? And whether this is something related to the water supply pipes and so on, that we have yet to conclude. 最終之前其實已經是消毒了 那其實香港人會出去了哪裏呢 跟華盛領域組員那可能是消毒了 又之後可能即隔了一段時間 實力之中那裏也會作為防守這個原因 那暫時不可以作任何的結論 剛才我講過 不過我們這次發覺有比較特殊一些 但也都未必一定是很有重要性的 但因為我們這次主要講 是因為一個主要官員是受感染 所以其他的水板都在其他的主要官員 那個洗手間那裏查的 而大部分也都就是 三十多個水板之中 有十多個就在這些地方的 再其他就是在 譬如一些 他們認為 譬如有一個轉彎位 一些水管那些發覺 現時未能發覺有這些問題 那再有就是在一些我們這個大樓裏面的食屎那方面來找 那我想唯一我們暫時可以觀察得到 就是這些全部都是有暖水的地方 那這個會不會是一個很 有關鍵的一個因素就未曾知 第二方面就是當然有人說 因為我們主要官員那個洗手間 只是一個人用 那可能就是用的次數不是多 那可能那些水的聚積在那裏的時間 比較長一些都不定 有時他們亦都要公幹 變成了幾天都不會用那個水源 那樣這些問題 那這個我們都是要研究的 我們暫時未能可以作任何的結論 但是這個我們認為 是跟我們搬進來的那個時間 或者是整個工程的情況 是沒有任何的直接關係的 你剛才有那個話通這個相片的時候 之前已經是通過那些